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女花光积蓄才发现特工竟然是假的 神秘的特工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3年夏季的一天 某地公安机关突然接到了两个报警电话 一个报警电话是女性报警人报的警 她说自己被别人骗了 被骗钱骗色 另一个是男性报警人报的警 她说自己被别人欺骗了感情 而且影响了自己的工作 在这两个人报警的电话当中 接警的警员还能听到有人在争吵 警察赶到了报警人所在的现场 果然发现是两个青年男女在互相争吵和指责 民警一看这个阵势 这说明是两个恋人在吵架 于是民警就劝他们 说你们有什么事可以协商解决 你们不要在公共场上吵架 这样影响不好 没想到江纳对民警说 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解决不了了 非得有你们公安机关解决不可 民警一看这两个人还真的一时半会儿 没法达成和解的协议 于是就请他们两个人上了警车 把他们带往公安机关 江纳和张亮这两个人是在半年以前相识的 当时他们相识在一个洗车行 江纳正在洗车 张亮开着车进来洗车 这个江纳美丽动人 而张亮也很潇洒 两个人外表首先相互吸引 然后江纳一看 这个张亮开的车子 车盘是一个特殊的号牌 估计是只有通过某种关系才能拿到这个车号 而张亮一看江纳呢 穿着时尚奢侈 心里暗想啊 这人肯定是一个款姐 所以两个人呢 当时就聊得很愉快 而且互相留了手机号码 并且开通了微信 晚上回到家中 张亮啊就主动给江纳发微信 江纳也及时的回复 两个人当天晚上聊得很晚 第二天呢 张亮就通过微信约江纳晚上吃饭 江纳就回微信说 咱们俩这样是不是太快了 结果张亮就说了 你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上帝让我遇到你 是我的荣幸 这女孩子啊 都喜欢别人奉承四季 那么江纳本身长得又很漂亮 又遇到会说话的张亮 所以江纳呀 就愉快地答应了 张亮早早来到饭店 点好了菜 一会儿啊 就看楚楚动人的江纳过来了 两个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啊 聊得非常开心 江纳呢 是风情万种 而张亮呢 又是幽默潇洒 所以两个人在聊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张亮啊 就关心地问江纳 说女神啊 你有没有白马王子 结果江纳看着他点点头说 我有男朋友了 张亮一听啊 心凉了半截 自己喜欢的女人竟然有男朋友了 在接下来的谈话当中 张亮开始有点心目在焉 而他的内心里却一直在琢磨 如何能让江纳对自己产生好感 并变成自己的女朋友 想来想去 张亮有了主意 他就开始拿自己的手包再翻 不小心从手包里啊 掉出一个证件卡掉到了地上 江纳呀 扶身把这个证件卡 拿起来递给他 张亮啊 没有接 对他说 谢谢 我去卫生间一下 你帮我看一下 张亮起身以后 江纳呀 就看了一下手中拿的证件卡 一看呢 上面有张亮的照片 同时还有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就是本市的国家安全局 而且下面还有证件的编号 江纳一看呢 心里砰砰直跳舞 他知道自己面前这个人呢 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等到张亮从洗手间回来以后啊 对江纳再一次道谢 而江纳呢 就故作天真的问张亮 说张亮 我一看你开的车牌子 我估计你从事的就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张亮一听啊 就马上问江纳 说你怎么知道的 江纳故作娇羞的说 这是我猜的 不知道对不对 张亮一听啊 就神秘的告诉他 你猜对啊 我是国安局的特工 不过我告诉你啊 这些信息都是保密的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那个车牌子和那个车也是为我的职业做掩护的 我相信你 你不会跟别人讲的吧 江纳一听啊 心砰砰直跳啊 激动的时候 你放心 你绝对可以相信我 然后他又问张亮 说你们那个工作是不是很神秘啊 张亮点了点头 告诉他说 这个以后咱们再说吧 结果两个人吃饭到了后半段结束的时候 张亮明显感觉到江纳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张亮啊 心里啊 美滋滋的 两个人分手以后 这个江纳对张亮的态度就由被动变主动 经常给张亮发微信 发短信 而且还时不时给他打电话 嘘寒问暖 张亮啊 也极极热情的回应 而且心里啊 不时憧憬着 说自己喜欢的女人 什么时候能变成自己的女朋友 就在张亮天天憧憬着这个美好的时刻 他接到了江纳的电话 江纳在电话里哭着对他说 我和我男朋友分手了 张亮一听啊 顿时心花怒放 马上问 说你在什么地方 江纳到处了他地点以后 张亮迅速的赶到了这个地点 看到了自己心仪的女人呢 正在低头捶泪 张亮上前呢 把他爱怜的搂在自己的怀里 而江纳啊 趁势也趴在了张亮的怀里 他对张亮说 我男朋友看到咱们俩的通信内容了 他怀疑咱们俩有不正当的关系 跟我分手了 张亮一听啊 就告诉江纳说 这样小心眼的男人啊 你不跟他好就对了 你放心 你要跟我好 我这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 江纳一听这个话啊 就抱住了张亮 张亮啊 就开始给江纳灌迷魂康 告诉江纳 说我这一辈子保证对你不离不弃 我这一辈子保证把你当作掌心上的宝贝 就这样 两个人啊顺理成章 成了情人 成了情人以后 张亮和江纳经常约会 每一次见面 张亮都用夸张的语言和迷奇的情节 来描述他的工作 而每一次江纳都是听得新潮澎湃 十分向往 他对张亮说 什么时候让我去你们单位看一看吧 你们单位一定很神秘 各种各样的间谍器材肯定都齐全 张亮一听啊 严肃地对他说 江纳 我告诉你啊 我们这职业是特殊的 我们单位也是保密的 我们相互之间不止任何见面 都是单线联系 这些话啊 我告诉你本身都谢了命 你要敢跟我去单位去 单位人要知道了 非得把我当叛徒给办了不可 江纳一听啊 马上也心里一惊啊 急忙安慰张亮说 张亮你放心 我绝对支持你 我绝对不会给你惹任何麻烦 江纳啊 对张亮越来越仰慕 而张亮呢 对江纳也越来越关心 两个人呢 很快就突破了友谊的界限 江纳啊就催着张亮 赶快娶自己 而张亮也表态自己会尽快安排 要把这个中意的女人娶回自己家中来 张亮啊没有多久 发现了一个事实 就是江纳和自己好了以后 他的车不再开了 所以有一次啊 张亮就漫不经心的问江纳 说江纳 你跟我好了以后 我才发现你车不开了 江纳也故作神秘的对张亮说 那我是为了配合你工作 我要一开车太招摇了 所以为了配合你工作 我这车我就不开了 张亮一听啊就把他搂在怀里 亲爱的 感谢你理解我 从那以后啊 江纳常常有意无意的对张亮讲 自己家是做生意的 而且做生意的规模都很大 为了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啊 都是江纳抢着买单 这时间一长啊 张亮就习以为常 而且呢 只对江纳做了一个表态 所以以后啊 你们在政府那办任何事情 有麻烦了 你找我 这事啊包在我身上 帅特工爱上的竟是傅佳女 他决定发给财 既然你家这么有钱 你能不能拿一点钱出来 我来做一个投资 傅佳女爽快答应 但却提出了另一条发财的路子 你不是在政府有关系吗 你能不能找人帮他通一下路子 帅特工以身份保密为游戏 推托 傅佳女决定上演试探戏 神秘的特工 法力长堂正在播出 就这样 两个人交往了几个月 有一天张亮神秘的对江纳说 说江纳 我们在办案当中啊 我认识了几个高股票基金投资的人 他们有很多的内幕消息 告诉我 只要我拿钱出来投资 就可以赚大钱 既然你家这么有钱 你能不能拿一点钱出来 我来做一个投资 反正挣的钱也是咱们俩的 江纳一听啊 很高兴 说可以啊 没问题 但是我得跟我爸商量一下 三五百万 这个我自己就可以动用 但是一到了超过这个数 我就得跟我爸商量一下 张亮一听啊 马上就说 没问题 就你能动用这三五百万就可以了 跟你爸说不说都行 江纳说算了 我还是跟我爸说说吧 这样他老人家会高兴 觉得我尊重他 张亮一听啊 也说 哎呀 你真是太通情达理了 好 我等你的消息 就这样一晃几天过去了 江纳也没有和张亮联系 张亮在那边等着心仰难熬 就给江纳打电话 说江纳 你爸什么意见呢 江纳不好意思的对张亮说 说张亮 我爸听了以后他不同意 他说这种内幕消息啊 挣钱风险太大 一旦出了问题 把你牵连出来 会影响你的工作 张亮一听 也不能说这话没道理啊 所以只好催头上去说 那好吧 那他既然说了 那就算了 这江纳也明显听出了张亮 他心里的这种不愉快 过了没有几天呢 他就给张亮又打了个电话 说张亮啊 我爸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他一个朋友有几千万的工程要上马 结果这个规划在规划局那边 遇到障碍了 你不是在政府有关系吗 你能不能找人帮他通一下路子 这个规划通过以后 这个人愿意出中介费用 张亮一听 马上就答应了 没问题 这事你包在我身上 明天就让你见结果 江纳一听 张亮答应的这么爽快 马上就说谢谢你啊 结果张亮说你谢什么呀 我挣的钱不是还要归你管吗 江纳听了以后啊 兴奋的睁大了眼睛 张亮时拿久稳的语气 让江纳很兴奋 如果这事真能成 他们俩就可以从中赚一笔钱 等到了第二天 张亮打来电话约江纳见面 江纳是兴冲冲的去见张亮 但是结果却非常意外 见了张亮以后啊 张亮非常歉意的对江纳说 说江纳你知道我是国安局的客工 昨天晚上啊 上帝突然给我布置了个任务 让我从公开的状态 转移到地下去 我不能在公开的场合活动 我也不能去见任何人 所以政府那我也不能去了 你看这个事 我本来想帮忙的 但现在我也做不了了 希望你爸啊能够理解 江纳一听啊 马上就劝慰他说 没问题 你这是为国家做事 国家利益第一 我能理解你 你去工作吧 就这样 这个神秘的特工张亮 从公开的状态啊 转移到地下工作的状态 他不让江纳给他打电话 只让江纳给他发短信和发微信 而每到周末呢 这个张亮也会约 江纳温存 江纳啊也总是兴奋冲的 来跟他见面 两个人有一次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吃完饭 这个江纳就面露难色 对张亮说 说张亮啊 这几个月我刷信用卡给刷爆 我爸啊很生气 限制我用钱了 你看 今天这个 这张亮一听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这江纳是让他买单的 这张亮也为难的说 说你江纳你知道 我的钱呢都是单位打到我的卡里去 我身上平时不太现钱的 你看现在单位又给了我不止任务 不让我公安场合露面 所以这个信用卡我也不能用啊 身份证我也不能用 江纳一听了 也觉得自己男朋友说的有道理 就打开钱包看了看 哎 兜里还还带有几百元的现金 于是啊 他就用现金结了账 从这以后 这个江纳信用卡刷爆了 自己的钱呢 几个月来没少花费 也差不多了继续 所以等张亮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啊 他就以家里生意忙为由 不再和张亮见面 但是他电话里啊 老是吹张亮 你赶快领我去跟未来的公婆见面 而张亮呢也总是告诉他 你放心江纳 我任务一完成 我马上领你去见见我爸和我妈 有一天 江纳和自己一个闺蜜见面 两个人聊起了终生大事 这一聊啊 江纳就把自己的男朋友是一个率特工 就告诉了这个闺蜜 闺蜜一听也很感兴趣啊 哎呦 你男朋友是特工啊 哎你给我讲讲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这江纳说漏了嘴 也就不再隐瞒了 就把自己和率特工张亮 在一起交往的全部情况 都告诉了这个闺蜜 还把这个自己每次约会 都是自己掏钱这个情况 也告诉了闺蜜 还苦恼的说 你看现在张亮在执行国家任务 到现在自己也没有见未来的公婆一面 没想到他这闺蜜听完以后啊 马上皱起眉头来 说江纳你认识这个所谓率特工 是不是假的呀 江纳一听说 啊 你怎么认为是假的呀 闺蜜就给他分析了 你想想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见面的时候 那不是工作时间 是休息时间 他为什么不能花钱呢 他说他的钱都在卡上 他可以取出来花现金呢 再说咱们现在又不是地下工作状态 又不是在敌善区 他凭什么说他不敢见人呢 这闺蜜一分析啊 江纳也觉得闺蜜说的有道理 马上就吃惊的问 那他是不是个骗子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向江纳的心头 如果张亮真的是骗子 那自己岂不是既被骗了感情 又被骗了钱 为了弄清张亮的真实身份 闺蜜给江纳吃了一招 结果就在案发这一天 江纳给张亮发了短信 说张亮我要见你 我心里难受 张亮一听说 他马上答应 于是两个人就见了面 一见面以后 江纳就逼问张亮 说张亮 你什么时候领我去见你爸你妈呀 张亮挠了挠头 为难的说 说江纳 我这任务到现在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来 等完成任务 我一定带你去见我爸我妈 江纳一听说 张亮 你是不是个骗子 张亮一听 马上就说 我骗子 我骗你什么呀 江纳声说 你对我骗财骗色 张亮一听说 我凭什么骗你 你有什么好骗的 好两个人越说越激动 于是就发生了我们案件 开头那一幕 江纳打电话报警 要揭发这个骗子 结果张亮不敢失作 也打电话说自己上当受骗了 张亮和江纳上了警车以后 张亮板着脸坐在警车里面 江纳看着张亮的表情 竟然冲他眨了眨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啊 这一出报警的招数 就是江纳的闺蜜教他的 江纳的闺蜜告诉他说 你这样 你再和他见面的时候 如果他不答应领你去见他爸他妈 你就报警 如果他真是骗子 报了警以后 他就会被警察抓走 如果他真是国安局的特工 那他报警以后 他们是一家人 你马上就知道他真实身份 到时候你冲他赔礼道歉 不就完了呗 江纳一听 这个主意好啊 于是就约了张亮见面 没想到张亮仍然推三主四 不领他去见未来的公婆 所以江纳一生气啊 就真报了警 当两个人坐到警车上以后 江纳看着自己男朋友板着面孔 非常吓人 心里就觉得 这个玩笑是不是有点开大 怕自己的男朋友伤心呢 就冲他和解的眨了眨眼睛 爱出所里 特工和傅家女将上演什么闹剧 不仅张亮是个骗子骗了他 其实他也骗了张亮 为了装傅家女 他搭进了五六万元钱 这笔钱该怎么算 说你和他在一起花这五六万元 都是你们两个人共同花的 所以啊 我们没法以诈骗罪追究他的责任 虽然没有构成诈骗罪 但是这场相互欺骗感情的闹剧里 假特工还是被判了刑 神秘的特工 法力讲堂正在播出 到了公安机关以后 民警啊 对他们两个人分别进行了询问 江大呀 就非常后悔的对民警说 说对不起啊 我报的是假二 我男朋友啊 是特工 我一直想让他领我去 见他爸他妈他不领我去 所以我一生气啊 就说他骗我 对不起啊 实在是影响你们的工作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啊 那边过了一个民警 对江大说 说你报警报的不错 张亮确实是一个骗子 以前他就被我们公安机关处理过 由于他从小游手好闲 不服管教 所以啊 他经常在外面招摇撞骗 他那个所谓官局的证件 是他在外面花钱做的假证件 他所开的特殊牌照的车 也是个套牌车 而且是借别人的车辆 所以啊 你上当受骗了 江大没有想到 自己的男朋友真是一个骗子 当时就非常生气啊 说那你们要狠狠地处理他 民警说 对 为了查清这个案件的事实 也希望你一五一十 把你们交往的全部情况 也告诉我们 江大一听 民警让他也一五一十地 把和张亮交往的情况 全部讲出来 当时他也愣住了 他为什么也愣住了 是因为不仅张亮是个骗子 骗了他 其实他也没有说实话 他骗了张亮 原来江纳并不是什么富家女 她只是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 为了能让自己嫁个有钱人 江纳总是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时尚 甚至在外面充当富家女 面对严肃的民警 江纳不得不如实地承认 自己在和张亮交往过程当中 也没有说实话 自己开的车是前男友的 在他认识了张亮以后 一看到张亮开的是特殊的牌照的车辆 而且张亮又是秘密的特工 所以他就认为张亮有权势 那有了权将来一定会有钱 这样他就和自己的男朋友分了手 他和张亮好了以后 又怕张亮瞧不起自己 于是又编造了自己是富家女的身份 在张亮面前抢着买单 这讲到最后江纳非常生气 说跟他交往这几个月 我攒的钱都花光了 这个人对我骗钱骗色 你们公安机关要严肃处理他 民警就问他说你花了多少钱 江纳因为平时自己经常买奢侈品 他也没有攒下多少钱 他说我攒着五六万元都花掉了 民警啊听了以后告诉他 说你和他在一起花这五六万元 都是你们两个人共同花的 而不是张亮这个骗子据为己有 所以啊我们没法以诈骗罪追究他的责任 你只能吸取一个教训 但是同时民警又告诉他 张亮假冒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 这是处犯法律的 我们要依法追究他的责任 民警最后啊还教育江纳 说你爱慕虚荣在他面前装作一个款节 让他误以为通过你可以骗取钱财 所以他走上犯罪道路 跟你在他面前冒充款节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也要吸取教训 江纳听了以后啊惭愧的低下了头 经过侦查 审查起诉 不久 被告人张亮就站在了法院的被告席上 检察机关指控他 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招摇撞骗罪 希望人民法院依法追究他的责任 这张亮站到法庭上他感到自己很委屈 他说我没有故意要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我这个证券是吊在地上被他捡起来 他自己看到的 而且我也没有骗他花钱 每次花钱都是他自己自愿的 所以他是基于自己的误会才自愿花钱的 我不构成犯罪 希望法院宣告他无罪 那根据控辩双方的意见 他有罪还是无罪啊 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招摇撞骗罪 这个招摇撞骗罪就是指行为人 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或者职称 实施诈骗 并且影响国家机关的微信和正常管理活动的行为 这个实施招摇撞骗罪 行为人主观上都是故意的 客观上呢 他是为了获取非法的利益 这种非法的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 还包括一些非物质利益 甚至一些骗色或者骗取某种人欲 都属于这种非法利益的范围 我国刑法对于招摇撞骗罪有明确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279条规定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这样一个法律规定 我们可以看出来 张亮为了博得江纳的欢心 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而且在江纳认为他是国安局特工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他也不揭穿自己这是一个骗局 并且由于江纳的误会 在这个两人交往当中啊 都是江纳花钱 而这个张亮呢 心安理得的把这些利益据为己有 所以他的行为啊 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的规定 构筹了招摇撞骗罪 明知自己这种假冒行为 会造成国家机关威信的损害 而故意实施招摇撞骗 为此法院预计我国刑法第279条的规定 认定法案被告人张亮 行为构成了招摇撞骗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 江纳想通过嫁给有权的人 真正把自己变成一个款节 而张亮呢 却希望找到一个有钱的人 使自己能够真正成为一个所谓的权贵 这样两个人互相欺骗的结果 最后都自食其果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准新娘拍摄裸体婚纱照 召叨婆婆严密乱对 这种照片坚决不能出现在婚礼现场 否则的话取消婚礼 裸体婚纱照没出现在婚礼上 却被人传到了网上 我们李家这次丢人算丢大把了 你这样的人我们李家容不下 婆婆训斥 丈夫埋怨 面对各种压力 刚刚结婚的她又匆忙离了婚 拍散的婚姻明日播出